我們把這個時間軸攤開來看 就發現說他真的布局很深 比如說14號就重返聯合國 馬上就開槍說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關注阿富汗跟大陸的問題 人權的問題 那趙立堅就說 你又開始指手畫腳了 這個老毛病該改一改了吧 結果14號15號的時候 拜登就開始在演講的時候 把說中國大陸新疆政策 連結到納粹大屠殺 那真的有屠殺嗎 中國大陸在今年6月的時候 就公佈了維族人口的人口普查 維族人口來到了1162萬人 而且光維族的人還增加了162萬 那怎麼大屠殺呢 另外看到就包括了提名大陸的大使 伯恩斯開始在20號也說 大陸在新疆有種族滅絕 這一系列就被發現說 他真的是很有操作 另外最近其實還有這個照片 引發大家討論 中國大陸被說血棉花 但是他拿出這個照片 空拍圖 這個都是高科技在進行 採摘棉花 人家是用高科技的 而且你看北斗衛星去精準定位 整地 播種 連包括了這個採收棉花 都是用機器來採收的 我想問一下介大師 你怎麼看 這是真的有照片 然後這個在進行相關的鋪陳 這個新疆是被美國 誇大的叫號 就誇到到離譜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是他的戰略決定 跟人權沒關係 因為他要搞亂新疆 因為新疆裡有中國目前最大的 這個少數民族 這個是美國現在認為可以從內部 來攪亂中國 把中國顛覆掉 顛覆中國的內部的秩序 然後製造這個主要中國內部的 這個又可以製造宗教矛盾 這個種族矛盾 宗教矛盾 然後新疆又是現在 這個一帶一路上 尤其這個中歐班列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地方 所以這美國是戰略的 所以他打新疆是一個長期的戰略 不可能說一下就說過風過風停雨停 不可能的 我覺得這個題目美國會利用 可能是十年八年打下去 那當然你知道美國國務院 他有專門負責所謂人權事務的 這個父親 助理國務卿 那所以他們有他們的這個工作計畫 所以你看去年的時候 炒了一波對不對 包括這個新疆棉花的問題 然後這個所謂的強迫勞動 這一大堆去年五月為什麼 今年五月 為什麼今年五月有一波 今年五月因為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 在日內瓦開年會 他每一年都在那個時候開會 所以美國大概發動 他這個所有盟邦跟他的媒體 跟他的這些所有的這些 這些這些的這個國際媒體 就在那一段時間會發動一波 然後這一次為什麼又來一波 對 又來 又來一波原因 因為聯合國在紐約開大會 這是大會 大會他有一個第三委員會 裡面也可以討論到一些 這個人權的問題 因為總部討論各種事務 在聯合國年會的時候 所以他這個場域 他又再發動一次攻擊 那這次攻擊 因為他這個只是做一個聲明 你在這裡面可能沒有辦法 直接向人權委員會通過一些議案 甚至一些法案或者一些決議 那就是如果說是基本上都是沒有法律拘束力的 可是他是一個怎麼樣 是一個輿論戰 是一個他這是一個心理戰 那這一次的這個在聯合國大會 他的聲明 一共找了43個國家的連署 那我覺得看哪一些國家參與 比較沒有什麼 比較只看到一面 我們要看哪些國家沒有參與 美國發動的聲明 美國自認為世界盟主啊 你今天你來號召一下 你看有多少國家響應嘛 那我跟你講 亞洲國家一個都沒有 只有日本 只有一個國家 他不認為他自己是亞洲的 OK 這國家叫日本 他是他地理在在亞洲 他心裡在歐洲 對他做他的歐洲夢 現在還沒醒的 所以是不是要把日本算作亞洲國家 我覺得我們還值得商討一下 另外這個中東國家 在這43國家裡面 零 中東國家相當的多 非常的多 零 然後呢 我們再看看非洲國家裡面 哪一些國家 參加了 非洲有53國家 只有兩個國家 一個賴比瑞亞 一個什麼 斯瓦帝尼 還是我們的邦交國 斯瓦帝尼 我們的邦交國 那這國家更好笑了 他今年 今年 今年 六七月的時候 內部大 大動亂 為什麼 反對帝制 因為他們還是實行國王 國王 國王 還是用國王來統治國家 那麼 所以 奈比瑞亞因為是 跟美國特殊關係 所以非洲這麼國家 兩個國家 大洋洲 這麼多國家 兩個國家 一個馬紹爾 馬紹爾你知道 跟美國的關係 非常 那個叫諾 諾 諾是國家 大概人口大概就一萬多人 就這兩個國家 然後中南美洲 也是零 可是只有一個國家 也是我們邦交國 宏都拉斯 那麼你要看在歐洲的話 大部分都加入了這個連署 可是有幾個國家沒有加入 也蠻有趣的 匈牙利沒加入 我看半天希臘也不在裡面 所以歐洲有些國家 即使是歐美這些國家 也有國家不贊成美國做法 所以美國發 我想它這個是全球動員 因為美國這種議案 你叫人家來 連署的話 你要不然你就是威脅 用這個 用拳頭在後面 另外你就要利誘 小的國家你要利誘 那這個提案 美國也是 我覺得它是動了全力 這已經證明了 美國在聯合國裡面 尤其在人權的場域的戰爭裡面 它已經把它力量發到極致了 可是我們看到它 這個整個的結構 就是美國跟所有的歐洲國家 再加上加拿大 英國 澳紐 就這樣這幾個 然後歐洲的國家 大部分歐盟 歐盟只要有一個立場的話 那他們大概都會加入 所以你看看 這個在世界上 他們這個議案 相當相當相當的孤立 那這個聲明 在聯合國會議裡面 是由法國的駐聯合國大使 他來代表做聲明 我覺得他提出了一點 他說要求大陸允許獨立觀察員 立即有意義起不限制的進入新疆 美國不讓自己的國家被吊爪 溯源就是啊 大家講了那麼多天 那麼多這個月 講說要溯源 美國國內德寶就是不給溯源 但是我們看到 我簡單補充一下 你不覺得亞洲 韓國 新加坡跟印度都沒有在裡面 這很奇怪嗎 為什麼美國沒有辦法說服這三個國家 亞洲 然後我還另外補充一點 47個伊斯蘭國家全部都不在裡面 是 新疆 那個包括的維族的這些 他們應該很care 對啊 47個 伊斯蘭國家 全部都不在裡面 對啊 所以我想問一下倩姐 因為這個圖 本來被講說有圖有真相 中國大陸你知道10月的時候 他們進行棉花的採摘 是大豐收啊 大家賺飽飽啊 而且用高科技啊 對 我們今天為什麼講這麼久新疆 因為新疆這問題不會消失 就是種族滅絕 強迫勞動 這兩個罪名呢 是要用力的 由美國掛在中國的這個頭上 那同時它在背後 就會有一個民族宗教為核心的人權問題 剛才我覺得亮哥補得很好 美國說的就是 他認為維吾爾人受到很大影響 那當然國際上面也有很多維吾爾人 他們認為他們受到了很大迫害 所以他們跟美國不斷地唱賀 那在無論是CNN 或者是美國的主要媒體 通通都有訪問他們 所以我們不能夠否認說 有些人的確是這麼認為 可是新疆的民族跟宗教問題 非常複雜 那麼有兩位老師 他其實是很專業的 在台灣的話就是吳啟納老師 他有很多的說法 讓你很明白知道說 整個的新疆的維吾爾人 跟所謂的伊斯蘭教 雖然說伊斯蘭教是百分之五十幾 他在中間的民族跟這個宗教中間 不是我們想像的跟西方一樣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那中國大陸當然是有一位邱文平老師 他是很熟悉這個案子 我覺得我們回頭要去看一下說 新疆的狀況 今天到底是多麼悲慘 今天如果是種族滅絕 然後他是重要的強迫勞動的話 他應該是非常悲慘的 可是這個曾經有過八楚暴力 有七五事件 大家記得那是幾百人死亡 然後上千人受傷害的那種 真正的恐怖暴力的這個新疆 過去這些年是怎麼樣 我們拿一些數字來看 因為中國大陸對他的這些 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 邊疆補貼什麼教育跟就業機會 產業調整的 都是在過去十年是特別的多 所以我挑一些數字給大家看 在2000年的時候 整個新疆他的GDP是1360億 到了去年就是20年之後 是1億3800多億 那麼也就是說他在這個20年中間 漲了10倍 漲了10倍以外 他的一產就是農業 像我們現在講的棉花 他待會兒會講是佔14% 二產就是那個強迫勞動的 就除了去棉花田以外去那個工廠 因為美國也是大量的去指控那些 包括什麼Nike 這些公司都是強迫勞動的 這個二產變成34.4 然後他的三產有51.2 在2019年有2億人去新疆旅遊 2020年有疫情 還是有1億5800 雖然他整個產值低一點 所以你有這麼多的人去新疆旅遊 那麼事實上每個人都是一個 自媒體的報導者 今年在聯合國呢 就是有剛才講過 他們呈現了有1000位的 宗教領袖也好啦 記者也好啦 外交官來自100多國 他們親自去新疆 那這裡面他看到的有一項 就是剛才嘉媛一直講的 我這裡有一個比較跟你那個一樣的圖 可能他們可以把它弄得細一點 就是說在那個衣產 大家都知道新疆棉花是真的很厲害 它占整個中國的棉花出產的 超過80% 而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大的棉花出口國 第二是印度 第三是美國 那中國大陸呢 尤其它是屬於比較精良的 纖維比較長一點的 它可以抽出那個高枝紗 而美國是非常短纖的 就是你做那什麼牛仔布這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耕耘的時候 用了像北斗和無人駕駛的這些機具 無人駕駛的精量播種 所以它去整地也好啦 鋪設地模 滴灌帶 播種也好 就用機具以外 在這個中間的期間去打藥 就農藥 去防治蟲害 也可以用無人機具 最後收割是這個 這特別的厲害 它是用 就是我們看到的 你有看到一些照片就是很可憐的 新疆的農人在內收割棉花的 可是現在呢 如果你看到它已經變成了 那種大農制的耕種 然後它用這個機具去直接收割 然後收割完了以後呢 就直接就把它打成這樣 一捆一捆一捆 那我要講一下 在紡織界的人都知道這多麼重要 最早以前的棉花是在那種 那種那種布 那種大的布袋裡面 它會產生異仙 在染色的時候會產生問題 後來在中國大陸 它就用那個瓶織布 就是最便宜的瓶織布 但是還是可能有時候會有一些異仙 它這樣子打了以後呢 它的棉花在秋成高枝下以後 它的染色的情況 就不會有很多那種染色不均產生的 那種不均質的問題 使得整個棉花的這個品質 能大大的提高 那像這些東西 不是你說我需要很多很多人 去那裡勞作的 那個很多人去勞作 是美國最早做棉花的時候 很多農人的 很多農奴的那個情況 所以整個新疆 我剛才說了它的產值 它的GDP已經快速的提升 尤其是在過去10年 所以現在美國的這個 整個中國的人均的GDP 差不多1萬多 新疆已經到了8000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從了一個有很多恐攻 有很多這種暴力事件 有很多的社會不安 到了有更多人進入了教育 更多人進入了確定的工作 進入了二產或三產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成為一個比較穩定的經濟體 而且它跟其他地方的差距在減少 那這個差距減少 當然是有對口扶貧 精準補貼 還有財政的移轉支付 那這些東西 如果把它一一的鋪陳出來 大家看看就會知道說 你應該去新疆看 今天的新疆跟有75 那個爆孔事件的新疆 差距有多大 那可是為什麼美國 還是可以繼續不斷的去指摘呢 因為他們過去在很多的國家 無論是對古巴也好 或者是後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對於蘇聯也好 最近的一個例子 當然就是整個中東的那些 所謂的恐怖主義 恐怖分子 恐怖政權 都是美國說了算 因為他有絕大的媒體優勢 所以現在我們看 為什麼我覺得我們要講久一點 更清楚一點 是剛才無論是介大使 或者是這個亮哥他講的都是 亞洲國家要想清楚啊 21世紀是亞洲的世界 那亞洲正在上升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 你看到百年來在19世紀 在20世紀初 西方列強 無論是他船艦炮利來壓迫你 或是執迷你 或者是後來他因為他的經濟實力 使得你成為一個 低廉的產品的供應者 所以在南北國家中間呢 你相對應應該得到的經濟回報 是相對少的 那現在在亞洲有一個 上升的機會的時候 美國又重操顧忌 再回來再去打壞了 亞洲現在最強大的一個經濟實體 同時在打壞這個經濟實體的同時 把他所謂的所有的一切的作為 我剛剛不是給大家看那個表嗎 叫做什麼中國經濟脅迫啊 什麼這類作為以後 使得整個一個大亞洲的紀元 受到了很大的威脅 歐洲難道不是戰後以後 從梅剛同盟到了GATT 到了最後一起進入一個歐盟 使得它越來越大 可以跟美國的經濟量體抗衡 是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 那亞洲現在有非常龐大的 經濟成長的動能 本來應該是到了亞洲紀元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容許 這個其他國家用莫須有的罪名 去打壞了整個亞洲可以上升的機會 當然我知道台灣有些人 對於中國大陸非常的敵視 但是如果你從一個 更大的一個歷史眼光來說 21世紀應該是亞洲的紀元 我們應該要重新去想一下